三叉神经痛怎么缓解 陈妍 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首先我们要知道三叉神经痛的 它是个什么病 我们有三叉神经 三叉神经是支配面部的一个感觉运动 三叉神经出现疼痛 现在的原理已经搞得很清楚 我们认为已经搞得很清楚了 特别在神经外科界 已经形成共识 它就是一个三叉神经 微血管 大负载或者贴负载三叉神经上 微血管的不停地跳动 一分钟跳动60到80到100次 在跳动的过程 对三叉神经的一个 它的一个撬是一个破坏作用 然后因为血管它是有电流的 这个电流传导到三叉神经上 那么三叉神经就出现疼痛 不停地疼痛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三叉神经痛疼起来真要命 就是有的能疼得去跳楼的感觉一样 很严重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首先要采取一个保守治疗 就是看能不能通过这个针灸了 理疗了 烤电了 体胃了 高压氧了 能不能让它去修复 然后呢 好转 如果通过保守治疗半年 或者一年 如果没有好转 那我们几次的手术 因为什么呢 做手术 我们大家现在对这个 懂得来说还是有顾虑 我倒建议呢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保守治疗两三个月以后 没有效果 还是早期的去手术干预 比较好 专家提示 一 保守治疗 通过真酒 医疗 烤电 高压氧修复 二 如果保守治疗半年 或一年没有好转 则需要手术干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